第二類的惡鬼叫空型惡鬼 這些空型惡鬼就是力量比較強 背來背去 對不對 沒有真的看過鬼 電影、電視也看過 用背 就是比較有力量 比如妖精鬼怪、死魔、癡魅亡良、鬼母等等 這些惡鬼他們長時間都住在恐懼、不畏、迷亂的境界中 這就是他們的果報 經常生起惡念 為什麼呢? 過去沒有修 所以今生你常常稱惠 常常會起悲心、起惡念 動不動想罵人、動不動想打人、動不動想批評人 這樣或者動不動想殺人 這樣就起這個惡念 你今生已經遇到佛法 趕快用佛法把它修掉 把它修圓融 以善意、以善意、善念來取代 你看這些空行惡鬼 過去生都沒有修這一方面 所以今生長期惡念 所以怎麼樣呢? 一直精勤努力 致力於損害他人的惡業 他們整天聚在一起 親戚也好、朋友也好、這些惡鬼 他們也有他們的親友 整天都在想怎麼樣害人 要怎麼吃人、要怎麼害人、要怎麼打拼 要怎麼啼笑 整天都在想這些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惡業 所以他們死後呢? 立刻墮入地獄道或者三惡道的深淵 這個業障是非常重 尤其他們不管是病死或者是橫貨 或者是兵器、火燒或者冤死等等 或者是自殺 每隔七天他就要重複死前的那種痛苦 所以他們因為沒有修行、沒有慈悲心 一直想把這個痛苦轉移到別人身上 就說我自己怎麼痛苦 我希望把這個痛給誰 我給他好了、給你好了 他就想這樣他就不痛苦 所以他們到的地方總是要害人 這好像就變成他的一種本能了 我如果在哪裡我就要害人 我就要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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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特質 所以 由於他的這樣的一個惡業 就是 就算他看到他前生的家親、眷屬、好友 比如說我們同修有這樣的情形 已經當了這種空行惡鬼 你看到同修 這同修過去對我不錯 就要靠近我們同修 就要靠近我們同修 靠近你的爸爸媽媽 靠近你的先生太太小孩 就生病 陽視的這些親友同修就生病 就會倒霉 就會發生怪事 所以導致於你靠近他們 他們就發瘋 就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或者有很多不吉祥的事情 破財等等 所以這些人就會想去找一些 會有法力的修行人 來給他們修法 比如說怎麼突然間發瘋 突然間精神失察 怎麼突然間得到絕症 怎麼突然間這裡長一個瘤 怎麼突然間家裡出這麼大一個事情 他們就會去找一些善知識 然後就會用鎮壓 用燒灼 或者用投擲的方法 修鎮壓法 他們會用法器 會用密法加持 那如果這些鬼怪 被這個會法力的法師 善知識給修法鎮壓 把他鎮在這邊 比如說把他鎮在土裡 鎮在水裡 鎮在山洞裡 你被他鎮到了 就長劫在那邊出不來 那不是說拍拍的 你知道走去的 就一直多生累劫就在那裡 沒有辦法處理 就是他的果報下場就很慘 或者是修火供來燒他 諸法的火供 襲災的火供 燒得他體無完膚 身體殘缺 或者就用戒指 或者很多的加持物來丟他 這個叫頭指 我們在灌頂 船閥開關 不是要先丟戒指 對不對 那戒指平常是中藥 經過這個炮製 還有密法的加持 那一打到他 這鬼的身體大概就粉碎掉 就是智力破碎了 就好像看到大卡車壓過去這樣子 所以他只要一丟戒指 一修密法 他們就得跑 你不跑 頭大概就碎掉了 身體大概就碎掉了 鬧鬼的地方也是 那所以 所以就是說 這些空行惡鬼 他們的這個 果報 就是我們人想不到的 聽起來像聽故事 你看他捨報了 死亡自殺也好 恆禍也好 生病也好 死了以後一天 七天要經歷一次痛苦境界 那人就說 那敢不敢 我們人道 一天要經歷好幾次 即可的境界 你信不信 你如果做人 一天讓你搖幾次 有沒有 你如果做人 一天讓你疼幾次 因為人的果報 它也不是境界非常好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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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